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技术、科技在不断地疑待这个时代 经济跟社会在不断地变化 时间都在加速 成熟还有阅读 一度就像羞毛一样 因为在环境的变迁当中 无法示意新的环境 即将要缺续的一种东西 2018成都国际书店论坛 世界各地的做书人 手书人和读书人聚集在一起 共同探讨本次论坛的主题 阅读新浪潮 出版和阅读 它的价值和品质 如何通过更多更新的手段 来扩大它的影响力 从2016年开始 成都国际书店论坛 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 总共邀请了30多家 全球极具影响力的书店 和书业代表来到成都 而发起这项活动的 正是成都的一家书店 方索 这里面生产诗人 生产作家 生产艺术家 成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土壤跟基础 成都是方索现金为止 规模最大的 然后经营的模式上面 也是最完整的 2015年 毛季宏将他的第二家方索 选址在了成都最繁华的商圈太古里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成都的文化地标之一 那其实我们希望会使我们都越爱读书 都会越爱阅读 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 方索的样子是我自己在设定的 我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 其实那我只知道书店是什么样子 四千平方米的面积 三十多万册图书 平均每个月六至八场的文化讲座 这个藏金隔半的空间 逐渐成为毛季宏梦想中的样子 人成为了现代都市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最满意的地方是大家都愿意过来 这是我认为满意的 如果说大家不愿意过来 就是我觉得不满意的 方索折射出全球化进程中 成都繁华闹市里的书店之光 而在成都书店之光闪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要赶舒适吧 也就是赶场一下 如果人照在成都 基本上无论是下雨下雪 天再冷再热 基本上都是赶了场 一二十年都没有拉下 六点刚过 傅天斌坐上一辆快速公交 赶往二十分钟车程之外的陶溪路 每周二和周六 他都在那里的一个旧书市场陶书 六点钟不算找 四年前还要找 四年前三四点钟都去了 四天斌是湖北人 在成都经营着一家二手书店 毛标书局 旧书越来越缺乏 旧书的资源是不可复制的 一般的书 只要它具有阅读价值 我们尽量都进行收购 这个都是十块钱一半 来 散一下 九六几百 古迹烹饪的书 七本书一千块钱 这个就是外国的毛边书 毛边书它是一种比较情趣的装针方式 这个就是三边七毛 书的边角天地比较宽阔 可以在上面进行批注 过去的毛边书都是 确实都拆开看了 和自己做一把竹子刀 边读边拆 营造一份情趣 静下来读一本书 这种感受呢 同时也提升了我们对子字阅读的深阅读 因为早期以销售毛边书为主 傅天斌将自己的书店命名为 毛边书局 毛边书起源于欧洲 二十世纪初 鲁迅将毛边书传到中国 如今旧版的毛边书 已经成为了爱书人的热门收藏品种 这个就是鲁迅翻译的一本毛边书 1929年初版 1930年三版 一书呢 当时那个年代就几十版 就这种书 对 就像我们现在定制包包一样 有可能就是一二十个块 这边库城的书有六至八万册书 日积月累 慢慢击少成多 虽然我做旧书 还是对书有一种增进 我们收到老书的要整理一下 有些比如说这书的页面掉了 我们要把它再穿根线 把它连接起来 和这种保证它圆风圆状的一个状态 像一个老手艺人 傅天斌一直默默守护着这些 充满着时光印记的旧书 21年来 毛边书局收藏和销售的旧书 已经超过了200万册 书有更是遍布全球 如今这家旧书店 也照进了阅读新浪潮之光 傅天斌的旧书即将拥有更大的展示舞台 这一个整面的一面墙 我们打造一个天赋文化 八属文化墙 八属文化图书 容量在一支量完整 我们这边的八个书架 就将各个类目 各个颗类的分类别目的展现 各类图书的品种 新的毛边书局将与成都陶溪路街道共同打造 更加现代化的设计 更加宽敞明亮的空间 更加丰富的图书 让这个曾经隐匿在小区内的老书店 完成了从私人书局到综合性书院的蜕变 幻发出崭新的光芒 跟书打交道是踏实的 因为书它就是安安静静的 你放在那它绝对不会动 你跟它交心 它一样可以跟你交心 你读得多深 你的心就跟它交流得多深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一座书店就是一个世界 手书人和做书人对书的守护和追求 让书店成为城市里的知识之光 为读书人呈现出另一个世界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专营全球独立出版物的书店 五枣书店集合了十多个国家的近百本杂志 吸引了无数爱好者 周伯宇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最打动和让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他的坚持五年的时间 然后他还是本着他的初心就是把它做的小而美 输出他们的对美呀 对阅读啊 然后对美食的这种分享和关爱 五枣书店身处的唐靶街区 古老与现代交融 潮流青年聚集其中 最近唐靶街刚被英国Timeout杂志 评选为全球最酷50城市街区之一 作为五枣的忠实粉丝 五年时间周国宇在五枣购买了大量杂志 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版本 这是一个多伦多的杂志 然后它每期都是单色印刷 这个好像也是这个杂志停看过的最后一本 这个很特别 然后它里面全都是单色印刷 对这个已经绝版了 这个应该全程都是应该只有我有吧 因为是创感号码 然后这个书是北欧的 然后他所以他这一期他讲了很多北欧的电影制作人 这几天五枣正在准备一场摄影展 照片出自这位广州女摄影师陈林斌 这个展就是作为我在东京生活五年的一个小总结吧 也做了一个新的写真集 就这一次在五枣就发售 书店和美食之外 五枣还在二楼拥有一个展览空间 将自己的五枣生活方式分享给更多的读者 这是非常成都的感觉 因为成都一直都给我一种非常闲适 我最开始14年到成都的时候 就是通过五枣 我觉得认识了很多朋友 通过五枣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书店的调性影响着读者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阅读也在这里变得独立而温情 我觉得他就像我的亲人 或者说是像我的朋友 一旦我回到他的怀抱里面 都可以感受到像亲人般的温暖 五枣 毛边 方锁 三个书店 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们承载着成都 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书店之光 也折射出这座书香城市 3463家书店的阅读之美 在成都 正是每一位做书人 守书人和读书人的默默坚守 才在阅读新浪潮中 为天府文化不断点亮着闪耀之光